-結果吃到了沒? -都沒帶他去吃嗎? -吃慘了 -吃慘了 -吃到我飛天了 -是嗎? -太好吃了 -沒有覺得很辣嗎? -鹹 -那個湯是鹹 -鮮 -有胡椒,所以還是有一點 -我覺得很好喝,真的 -因為第一次嘗到 -OK,還有什麼有沒有遺憾 -有沒有什麼東西沒吃到的,還是都吃到了 -幾乎啊 -幾乎應該都吃了吧,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是沒吃的 -那個什麼沙爹也吃了 -然後豆花、蛋 -魔鬼魚那個 -都吃了 -那個甜點叫什麼 -清湯 -清湯 -然後烤鴨飯 -喔,好爆喔 -小光他其實真的有跟我講說他這一次來新加坡真的非常開心 -他就是吃到所有他想吃到的東西 -你一天吃幾餐喔 -從昨天到現在才吃幾餐飯就全部都吃到了 -就是可能像平常說 -沙爹啊、魔鬼魚我們就一次吃這樣 -嗯 -對,那其實 -就是反正難得來一次嘛 -回去再減肥 -OK,那其實會不會覺得就是當藝人啊 -有時候在就是生活方面多多少少還是要有一些些的約束 -還是有一些些的限制啊 -生活我覺得是有得必有失吧 -就是你得到的也是或許是一般人得不到的 -那你失去的或許我覺得沒有關係啦 -那是平衡的這樣 -而且其實藝人真的做任何事情其實都是被大家拿放大鏡在觀察的 -對 -所以說其實 -但是也這個就是困擾啦 -但是其實也是有好處就是 -你可以站在舞台上然後享受眾人的掌聲 -對 -對,OK -然後有朋友問了 -剛剛會不會覺得說新加坡的歌迷在爆爆會的時候太粗魯了 -也不會啊 -還好 -不會,其實有些人還反而不太敢爆 -喔,害羞是不是 -對,蠻害羞的 -OK -好,也有朋友其實就很多就傳來了鼓勵的一些話語啦 -謝謝 -就希望就是很開心能夠看到Energy在唱歌 -然後就有人說阿滴的聲音很好聽啊,很sexy -Singing is very good -欸,瑪莉這時候好像是新加坡的大考期嘛 -對對對 -也希望所有的考生們也要加油 -加油 -對,跟朋友們要加油 -對,有一些就放SMS來說就是沒有辦法 -就是可能到活動現場去支持你們,因為剛好碰上考試 -沒關係沒關係,對,考試還是很重要 -希望你們都能夠順利通過 -順利 -你考試的時候你們有什麼貼士嗎 -平時之前應付考試的時候 -貼士是秘訣嗎 -對 -有沒有 -呃,就是用功囉 -好爛 -不然我要把我作弊的方式告訴大家嗎 -什麼作弊嗎 -沒有啦,當然就是 -呃,平時就是 -做重點啊 -對啊,要做重點 -然後放輕鬆啦,不要緊張 -然後我覺得有些人會習慣是考試前一天 -然後一定要熬夜看書 -我覺得這是最不好的 -千萬不要 -對,因為你 -影響的那個精神對不對 -反正你真的要思考的時候 -因為你太累了,沒有辦法動 -但是因為都沒看書所以才要熬夜 -對啊 -因為我們也有這種經驗 -但是 -最慘是有一次真的是 -因為我也是前一天熬夜 -嗯 -太累 -睡不著 -考試卷一發下來 -睡著 -睡著 -哇,你好厲害 -就真的有試過 -所以其實就是盡量不要熬夜對不對 -對,還有那種隧道已經 -我隔壁還有更沉的是 -隧道已經 -打憨聲嗎 -好了三堂了 -蛤? -為什麼都沒有人叫醒他喔? -沒有啊,因為不認識他 -這不是別班、別科系的 -可是可以這樣禮貌上 -欸,你醒一醒啊 -你要留級囉 -所以這... -正常是連監告老師也沒叫他欸 -真的嗎? -對啊 -大家都很討厭他是不是 -不曉得 -這是錯誤的示範 -對,對,對 -大家就是... -是,還是要用功讀書 -對,對,對 -然後有時候讀到累的話 -就會聽Elegy的天生反顧 -是的 -對,就是一種不服輸的精神你知道嗎 -是,要告訴自己一定要加油 -然後另外有人說 -欸,小剛你變胖了 -所以呢,笨瓜 -笨瓜叫你不要再吃了 -誰? -有歌迷朋友 -然後呢 -其實下來就是還會忙些什麼 -可能會到哪裡去做宣傳還是什麼 -這趟回去之後 -會馬上接著去內地的大連 -然後玩了之後在台北 -我們會11月11號會有一場活動 -對,然後接下來還會 -就一連串在台北 -就是台灣的一些宣傳活動 -然後再來希望快點來新加坡囉 -是是是是 -趕快回來 -趕快回來 -就帶著改版專輯回來 -OK,那在這裡 -在離開直播室之前有什麼話想 -對,新加坡的歌迷朋友說的嗎 -好,我是舒伟 -然後其實雖然這次來的時間很短暫 -就短短兩天 -但是感受到所有歌迷朋友們 -對我們的愛 -對我們的支持 -然後大家都長大了 -還有很多新朋友跟舊朋友 -然後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-然後希望能夠快一點再回來跟大家碰面 -然後謝謝你們,謝謝大家 -我是阿迪 -那一直以來我覺得新加坡歌迷朋友 -對我們真的非常的支持 -而且連就算我們還在台灣宣傳集的時候 -就有一些歌迷朋友會特地飛到台灣去參加我們的活動 -那真的很謝謝大家五年來對我們的支持 -雖然不管我們現在是不是五個人、三個人 -還是現在四個人 -我覺得你們 -有你們在我們就一定會繼續走下去 -謝謝你們 -我是昆達 -其實有蠻長一段時間沒到新加坡來了 -然後其實這一次來到新加坡 -也看到很多老朋友 -也有很多好朋友 -那我就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-就是對Energy一路以來的支持 -然後我們也會繼續的堅持下去 -然後繼續努力 -我是小剛 -那其實這一次是我第一次來新加坡 -那我覺得很開心就來到新加坡 -然後看到很多熱情的歌迷 -然後也認識一些很特別的人 -然後其實我真的都很喜歡 -然後新加坡給我的印象很好 -然後我很喜歡這邊 -不管是吃的還是人 -人事物方面啦 -對那我覺得希望 -新加坡女生繼續穿短裙 -不是 -希望能趕快回來對不對 -對希望能夠 -之後有機會再跟Energy在一起過來 -然後看看大家 -然後看看這些特別的人 -然後看看這些特別的人 -小剛你認識特別的人是誰啊 -就像 -就是髮型師啊 -這是很多歌迷啊 -對啊這是我們的髮型師啊 -還有工作人員啊 -對 -人都很好 -還有Devi啊 -對 -一直很照顧我們的Devi -真的 -OK -好 -那在離開直播時之前 -我們來聽這首星空 -來介紹星空 -好 -然後又是我大團長來跟大家剖析一下這首歌了 -對 -這首歌曲的歌詞呢 -是由我蘇維跟阿滴基填寫的 -阿滴基填寫的 -然後是在敘述這個夏夜的星空裡 -然後男女之間純純兩小無猜的愛情 -然後我覺得蠻特別是在MV裡頭 -我們有請到 -就是我們幫他訓練的星光二班同學 -四位女生來跟我們合演對手戲 -然後就是也是在拍一些那種男男女女那種純純的愛 -然後淡淡的戀愛 -這首歌也是想要獻給所有的支持Energy的歌名朋友 -好 我們謝謝Energy今天出席的節目當中 -謝謝 -謝謝 -掰掰 -掰掰 -你覆蓋了這片天空 -醒來仰望的人群眾 -這場景盞動了你和我不期而語的始終 -彷彿聽見你呼吸的節奏 -有種莫名想擁抱的衝動 -感受肩並肩的溫柔 -一起等幾夜的星空 -這幸福不停發酵 -就在世間靜止的時空 -此刻 -雨過後晴朗的天空 -滑過一道 -迎著你笑容的彩虹 -想對你說 -你就是我的星空 -閃爍燦爍燦爛燦爛的笑容 -給我溫暖讓我渡過寒冬 -你給的感動總是天亮 -整個宇宙放鬆 -一副完美心不亂空 -想對你說 -你就是我的星空 -不分黑夜或白酒 -陪我熬過每一次的時空 -美麗的故事讓我與你 -一起守候永久 -將它烙印在我心中 -幸福的永留 -幸福的永留 -幸福的永久